2023年最好看的悬疑惊悚剧集终于来了 刷到的老铁们千万不要错过 因为这部剧的反转简直超乎你的想象 不看到最后你绝对猜不到谁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废话不多说 死亡化学正片这就开始 两个乡村小男孩来到森林中找鸟窝 近意外看见了一具长着翅膀的女尸 她躺在那里的形态极其诡异 周边不但堆满了树枝 身上的刀伤更是令人胆寒 两个孩子回到家后被吓得一言不发 于是妈妈便请来了村里的大卫医生 在大卫医生的安抚下 两个孩子的情绪终于有所好转 弟弟认为死的人是天使 因为他长着一对翅膀 大卫当然不会信 于是他便向两个孩子问出了尸体的具体位置 随后孩子的妈妈琳达对大卫说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因为他怀疑那具尸体的主人 大概率是他们共同的朋友萨利 因为他已经好几天都没有见到他了 这时敲门声突然响起 原来是警察到了 他们需要两个孩子带路去找尸体 大卫听后主动请阴 他表示他可以带路 因为两个孩子惊吓过度需要休息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案发现场 大卫之所以不去看原因有二 其一是他害怕看见尸体 其二则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尸体 已经成为了众多生物的盛宴 果然 男警官看见尸体后 顿时就把刚吃的午饭给吐了出来 为了确定死者的身份 他决定亲自去萨利家中求证 很快他就来到了萨利家的庭院外 这里一天死记毫无生气 剑敲了半天门也无人回应 他便推开门走了进去 很快他就看见了被摔成两半的杯子 和散落在地上的颁风信件 以及桌子上腐乱不堪的水骨 一种不好的预感瞬间袭来 他来到后院 三只小羊已经渴死 只有一只羊还在苦苦挣扎 他几乎可以断定 那句尸体九成九就是萨利无疑 他向当地的探长说明了情况 大卫回忆说几周前 他们在村里的一家酒馆中一起吃了顿烧烤 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 据他所知萨利既没有孩子也没有男朋友 他甚至从没见过他的家人 探长听后并没有在问什么 而是转身离开了这里 晚饭时大卫向他的合伙人亨利 讲述了他今天遇到的事情 亨利听后吃惊不已 村子里怎么会有如此残忍且狠利之人 此时警局内的探长 看着死者的照片百思不得其解 行凶者为什么要多此一举的 将一对翅膀缝在萨利的后背上 晚饭过后大卫在回家的路上 碰见了很多警察 他们有的在进行走访调查 有的则在安装监控摄像头 刚走到家门口 他就发现探长已经在此等候多时 探长表示他有事情要问 探长开门见山 他说他做了一些关于大卫的调查 结果令他大胆意外 因为他不但是法医学博士 还是人体解剖学博士 他很好奇大卫 为什么在拥有如此高学位的情况下 还能来到这样的一个小山村里 做一个乡村医生 此话一出大卫顿感不适 种种不好的回忆瞬间涌入脑海 探长赶紧表明了他的来意 他希望大卫能够帮忙破案 因为他们的团队连个像样的法医都没有 眼下就连死亡时间他们都无法确认 更别提破案找出真凶了 可大卫却连忙否决 探长并未强求 而是递上了一张名片 如果你想我们尽快找出凶手的话 随时可以打给我 村子里死了一个人 每个人却都是该吃吃该喝喝 这么大的事都没往心里割 小美感到很奇怪 难道他们就不害怕吗 说话间酒吧里的两个人吵了起来 瞬间所有人都跟着来到了酒馆外 很快双方就打了起来 大卫见情况不对便赶紧拦了下来 小美不禁感叹道 原来人们不是不怕 而是每个人都在心中憋了一股火 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大卫最终还是打通了探长的电话 第二天他们便一起来到了案发地点 通过驱虫还没有话用这一点 就可以初步判断 萨利的死亡时间大概在9到11天之间 具体还要尸检后再做判断 随后探长拿出了一张 他们曾在一起烧烤时的照片 眼前的这个男人叫做本安德斯 他管理这里的整个自然保护区 而这两个女人则分别是琳达和萨利 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向来很好 这个坐着轮椅的男人叫做梅特兰亨利 是大卫的合伙人 几年前的一起交通事故 不但让他失去了一双腿 还让他失去了深爱的妻子 回村的路上他遇见了琳达 大卫让他搭上了顺风车 琳达心里清楚得很 村子就这么大点 不是萨利又会是谁呢 车子停下时 琳达说了这样一句话 下车后 她的丈夫意味深长地看了大卫一眼 但却并未说什么 随后夫妻俩走进屋中 而琳达小胖则在此时出现在了镜头之内 小胖患有先天的智力缺陷 她每天最大的乐趣 就是要小美陪着她一起在河边画画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就像是清洁弟一样 小美非常疼她 小胖也非常依赖她 与此同时 琳达和她的老公家里已经吵得不可开交 她嫌弃她人老猪黄 她责怪她不懂感恩 琳达每天都会用跑步的方式来排解心中的阴郁 却没想到今天竟发生了意外 她被吓得连连后退 因为她眼前赫然躺着一句被开了躺的大鹅的尸体 就在她一脸懵逼之际 突然 一夜时间过去 大卫的家门被敲响 来人是探长麦肯齐 琳达今早没去上班 昨晚也没在家中 现在还联系不上 她怀疑琳达大概率是已经被害了 之后他们来到了琳达家 她的丈夫家里显得漠不关心 她表示自己整晚都和两个孩子待在一起 给琳达打了好几次电话 但她都没有接 家里说她以前也有过夜不归宿的情况 所以就没有在意 很快探长就召集了所有村民一起对村子的每个角落 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 但结果却是徒劳无货 探长认为这事真的不能再拖了 于是十分严肃地对大卫说道 她虽然很排斥 但还是同意了下来 当她走进解剖室看见助手将盖师部掀起来那一刻 她顿时瞪大了双眼 因为她恍惚间看见了自己被淹死的妻子 费了好大力气她才整理好心情 事实证明她不愧为法医解剖学霜博士 很快她就有了重大发现 萨莉的身上有多处割伤 但割伤却分为两种 只有喉咙处的伤口是光滑的 其他部位的伤口则全部都是撕裂伤 这说明凶器有两把不同的刀 通过背部翅膀的缝合线角度来看 行凶者大概率是个左撇子 此时的树林那两只搜救犬同是狂吠不止 是的 他们发现了一具尸体 但这个尸体却不是琳达的 而是另外一个已经风干了不知多久的男士 那么你觉得谁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吗 而琳达又能否活下来呢 我们下集再见